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居宇 你被开除还有几天 不关你的事 那你被开除之后 有什么打算呢 我会找到实业 总编让你回来写稿 我们总编把我开除了 好吧 这感觉就不能帮你挽回了 你再讲几个 那什么把妹招式 超恶辣 超好笑的 等一下 我点的那个吃的好像还没有来 你点什么 大小姐 你今天很怪 怪 哪里怪 怪可爱人 我 我 宇宝明山快回她 我鸡皮被她掉满地了 宇宙 宇宙怎么了 宇宙 宇宙怎么了 十月回信给我了 十月回信给我了 她终于回信给我了 她终于回信给我了 她说什么 她说什么 杜小姐 你好 我愿意替你的出版社 专写特感 我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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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 怎么那么开心 实业传绘已经给她了 真的假的 不是 名声太棒了 是不是她努力的成果 很烂 你还要继续找实业 废话 我还没有找到她 你 不是 你之前说你努力运动 是为了找实业 但你现在都被开除了 你找她干嘛呢 之前就说过 你逻辑一错 到现在逻辑还是错 我 我要不要找实业 跟我是不是被开除 没有关系啊 你逻辑才错 你找实业 是因为你之前工作的出版社 要你找的 所以你才努力运动 强化身心去找 但是呢 你刚刚说你已经 被开除了 但你不表示我要放弃找实业啊 那我跟你说 很开心 实业呢 竟然回我信了 而且呢 我原本以为 她根本不会看我的email 但是她居然回信说 帮我们出版社撰写特稿耶 特稿耶 而且是实业 真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 她竟然会答应 真的是太奇妙了吧 不愧她是我最崇拜的作家 我真的很爱她 对 不过 那跟你要继续找她 有什么关系呢 这不只是我公司要求 也是对我自己的承诺啊 反正等我充饱店 我要继续找她 不是吧 她都已经答应帮你写特稿了 这件事情 就应该这样结束了 但我的挑战还没有结束啊 我要找实业 我就一定要做到 这算是一种强迫症吧 也不算吧 反正我决定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绝对会做到 像你这种 努力到极限 努力到精疲力尽的人 实际不应该失去工作 所以我建议你 虽然会激活 但我还是提醒你 既然实业 已经答应帮你转写特稿了 你就应该拿这个 去跟你的出版社重新谈判 懂吗 嗯 有道理 我会试试看 谢谢你的提议 嗯 都快11点 怎么还不回家呢 哦 不对 我在干嘛呢 你只要坐在陽台 眼神就會往隔壁飄 你只要坐在餐桌 眼神要往隔壁飄 你一定尬贏那個動影站